接着大家看到的是台东县政府推出的免费无线上网宽频服务 因为租约到期及设备更新已经暂停服务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预计在第一阶段会有90处的热点 将在6月15日会重新恢复服务 并在9月底前会全线上线 那么未来也会透过企业加盟的方式 提高偏远地区的网路涵盖率 拓展客源然后可以交朋友 路边摆摊卖菜的阿英怡 拿出手机展示自己透过网路 不仅交到朋友还能拓展客源 而阿姨口中的网路可不是一般电信公司付费上网服务 而是台东县政府在2014年推出的免费无线上网TT-free 这项辩明措施对许多台东人来说并不陌生 至今累积超过20万名会员 但从今年的1月21号起 营营系统升级暂停服务 让许多民众感到不便 但是现在有好消息了 互联营街暑假人潮 第一阶段至少有90处的热点 将在6月15号恢复服务 人口像夜市铁花村这一类的 就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区 我们会优先来布建 让有一些店家 他会因为过去使用TT-free 这样的一个网路来做生意 能够也配合他们的商机 免费网路当然好啊 对不对 特别是越错管有的店面下去申请就越好 TT-free系统全线设有超过250个热区 第二阶段热点预计将在9月底全面上线营运 另外在未求开放整合的理念下 县服也规划在公车上提供服务 并与公务机关及民间企业合作 扩及网路涵盖率 他原来有无线网路基地台的 他愿意加盟进来的 我们也会把它加盟进来 那这样的热区的概念就能够延伸出去 TT-free服务系统未来除了在热店处 以及大众交通运输上提供免费网路服务外 所收集到的资料更可以透过分析处理后 应用于城市管理和服务 以智慧的方案解决宪明需求 据社交会台同事报道